大家好,我是来自VLML的张道军,哈勃社区的贡献者。 哈勃项目起源于VLML,在云云人领域广泛应用,VLML公司也不例外, 在公司的内部的产品和服务中都广泛的应用了哈勃。 然后在运行这些哈勃的服务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我们从下面五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第一, 第一是CDN,从典型流浪来看,在公司内部构建镜像,测试,发布, 然后大量的用户拉取镜像,因此主要的请求还是在拉取镜像, 流量的问题是使用的重点,因此我们使用了CDN。 在拉取镜像请求里头又有各种各样的请求,我们要区别对待。 对于Blob的Gate请求,我们占据了大部分的流量,因此我们在CDN中缓存了Blob的Gate请求。 但不是所有的请求都可以被CDN缓存的,比如说Gate V2的请求, Gate Service Token的请求,这些都是跟授权相关的。 另外还要排除一些私有的工程,比如说一些私有的项目,除了Gate Blob的请求, 还有Gate Manifest的,Gate Manifest的,一个Manifest的大小大概是几K币, 而一个Blob的大概是几兆币或者是几百兆币,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是否缓存Manifest。 第二个是高口用,我们在不同的区域,不用不同了, 部署了两个Hub服务来实现高口用, 通过负载均衡来切换到不同的实例, 同时两个实例之间通过镜像复制来保持一致, 复制即包括了定时的复制,又包括了事件的复制。 这样的话能保证两个Hub的incidence之间的镜像是一致的。 由于Hub的复制只复制了镜像, 没有同步机器人账号和用户的权限信息, 因此我们需要手动同步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升级的时候我们通常采用load balance, 负载均衡,将请求切换到不同的Hub instance, 然后将离线的incidence升级到最新版本。 第三呢是监控, 作为一个企业级的大型服务, 我们需要时刻知道现在系统的运行状况。 最基本的功能能不能满足, 首先是能不能登录, 拉去镜像的速度怎么样, 还有现在的存储空间是不是够用, 数据库的连接是不是已经打满了。 Hub本身提供了一些数据指标, 这些指标可以通过Promo美修师来export出来, 但是有一些没法通过Hub本身来获取, 因此我们需要内部的一些监控, 也需要一些外部的监控, 比如说在不同的区域进向的拉去的速度, 我们就需要不同的外部程序来完成。 同时有的时候请求会返回HTTP500的错误, 大部分情况下这种错误不是Hub本身产生的, 因此我们需要外部的监控才能获得这些信息。 我们建议参考四个黄金指标, 延迟、流量、饱和度、 还有错误率来不断完善现有的监控指标。 另外,为了方便整段问题, 需要对日子进行集中管理, 常用的工具一般都是LogInside, 还有EFK等等。 第四是性能, 我们前面提到的CDN是一种改善性能的方法。 另外,Hub还在其他方面做了很多性能的优化, 比如说数据库事务, 在大马里头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 每一个请求都是一个事务, 后来发现这样对性能影响非常大。 我们后来就减少了数据库的覆盖范围, 尽量减少事务的使用。 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库的乐观锁, Hub的后台作业通过JobService来完成的, 而JobService又用到了Task和Execution。 在Task和Execution的状态同步上, 我们原来使用的数据库乐观锁, 后来发现这个地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因为所有的Task都是基于Repository数量来产生的, 当数量大于5000之后, 就会出现很多像Task Retention, Replication, 就会出现很多个Routine去更新同一个Execution的状态的, 然后造成大量的从事, 这些并发给数据库带来了很大的性能压力。 后来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采用延迟更新的策略, 就是把这些缓存请求合并, 然后累积到一定的时间之后呢, 集中更新, 这样能减少到对数据库的冲击。 Kubernetes虽然能很方便地scale up, 但不是也无限制的, 凡是能成为资源的, 比如说数据库, 存储和Redis, 都有可能成为系统的瓶颈。 第五呢, 是安全性。 目前大家对软件供应链安全管理非常关注, 哈勃作为云原生领域的供应链的重要环节, 又是开源系统, 所以在安全系统上不能忽视。 哈勃项目有一个安全相关的邮件组, 在GitHub的那个Security的那个页面上, 你是可以找到这个邮件组的, 而且建议你加入这个邮件组, 如果你有系统用到了哈勃的话, 因为你可以尽早地获取一些关于哈勃的安全知识, 并且一旦有了问题, 能够应该评估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 举个例子, 今年3月份的时候, 我们在收到社区用户报告了一个安全漏洞, 问题是这样的, 哈勃在发布的时候, 会有一个默认的证书和密钥, 然后哈勃会根据这个密钥来生成BAREL token, 而这个token就可以去Push和Pull image, 有了这个证书和密码, 用了任何人就可以在自己的哈勃上生成一个token, 然后这个权限你可以自己定义, 然后就往别人的哈勃服务上Push image, 这个问题一报告, 我们马上就把公司内部的所有系统的证书和密钥都轮换了一遍, 想象一下如果忽略这样的漏洞, 后果是何想而知。 刚才我们介绍到了五个方面, CDN高可用, 最后我们系统团队的价格图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 两个Hub instance, 然后前面是CDN, 然后所有的那个身份认证都是这外部的, 然后Dradis, 数据库, 还有存储都是external的, 这样的话方便管理, 如果大家有什么分享和建议, 欢迎加入到Hub项目的slag或者微信群, 或者线下探导, 谢谢。